因为,这或许和她之前看到的一些东西有关系。 看着蓝月关上了门,魏武每篇过头对蓝忘机说道蓝棋, 她小时候真的因为吃不到点心坐在地上哭啊。 蓝忘机道,嗯,哭了好一会,那应该很可爱。 是,蓝月小时候学认字可以说是一塌糊涂, 并非是学不好,而是这孩子总是静不下心。 三岁开盟,蓝忘机时常闭关,学认字这样的事情也无需劳烦蓝起人。 于是,蓝月那段时间一直由蓝熙辰带着。 蓝月见蓝熙辰在纸上写了两个字, 没有多想特别可爱地指着两个字奶生奶气地逐个喊道, 借个是大,借个是小。 她因为认不得字,又只会记得大和小, 于是乎蓝熙辰随意写了两个字, 蓝月就脱口而出。 奶团子这番举动惹得蓝熙辰忍不住笑了两下, 一门宗主摸着小家伙的脑袋, 细心地教导道道, 阿月,这不是大和小, 这是你的名字,叫蓝月。 小家伙跟着念雅月, 蓝熙辰满意地点了点头, 也不会特地去纠正孩子的发音, 毕竟小孩子能跟着学不闹腾, 便已经很好了。 后来蓝旺鸡出关, 一日清晨,蓝月睡醒了, 见蓝旺鸡在写字, 也寻了只略小的毛笔, 学着蓝旺鸡的样子, 提笔沾墨, 在纸上写字。 小家伙在上面涂涂画画, 忽然擦了一把小脸说道, 父亲, 娘亲的名字是什么? 此话一出, 蓝旺鸡明显愣了愣, 魏无羡这个名字, 若是说了, 只怕三岁的孩子会一直记得, 万一哪天孩子出门, 听到有人在辱骂魏无羡, 说不定这孩子的身世就藏不住了。 蓝旺鸡丝来想去告诉蓝月道, 他姓魏。 魏, 蓝月抓了抓自己的小脑袋, 小手又接着在纸上拍了拍, 父亲写。 蓝旺鸡应了他, 好, 说着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, 小家伙往前一凑, 眉头皱得紧紧的, 他戳了戳纸上的字, 有些不明白地说道, 父亲, 这个字好难写, 无妨, 慢慢来。 好, 魏无羡今晚非常激动, 和蓝旺鸡挤在一张榻上,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 待到次日, 听到蓝丝追来敲门, 二人一下楼, 便见一众小辈已经收拾好东西, 在楼下等着。 魏无羡见蓝月站在几个人的旁边, 便跑过去问, 阿月, 起这么早啊? 嗯, 卯时便醒了。 蓝月点了点头, 不似之前那样躲着魏无羡, 看来昨天晚上的那一盘点心, 还真是有用, 魏无羡心里这样想着。 至于金灵, 魏无羡难得一次苦口婆心地跟他说, 不要再和他舅舅吵架闹脾气跑出门, 没成想, 这孩子直接来了一句诱导, 就连魏英卫狗当年斩杀屠戮玄武的时候也是十几岁, 连他都可以, 我为什么不能? 魏无羡听到自己的姓和后面那个字连到一起, 一阵毛骨悚然, 好容易抖落一身鸡皮疙瘩, 道, 那是他斩杀的吗? 那不是韩光君杀的吗? 顾苏兰式的闲杀术, 你怎么知道? 这声音很失耳熟, 魏无羡见金灵没有开口, 便回过头, 发现是自家儿子蓝月站在他的身后, 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魏无羡看, 魏无羡怕自己露馅, 装模作样地搏了个懒腰, 打了个哈欠, 笑道, 韩光君的美名, 谁人不知啊, 再说了我天天和他待在一起, 这些事情他全都告诉我, 也就是知道了蓝月是亲生骨肉, 魏无羡才敢这么大言不惭地开蓝望鸡的玩笑话, 蓝思追道, 泽乌君现在在潭州一带夜列, 我们是直接回云深不知处, 还是去那里与他会合? 蓝望鸡道, 潭州, 会合? 本以为蓝月会跟着蓝望鸡和魏无羡一起去, 他向二人作衣行礼道, 父亲, 孩子有一事想先回云深不知处一趟, 蓝望鸡没有问理由, 好, 倒是魏无每一个劲地问他, 问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, 是不是怕蓝老头责怪他, 还问是不是说蓝月有心悦的仙子, 人家姑娘家路过云深不知处和蓝月约好了, 蓝月摇了摇头, 在离开的时候, 竟当着众人的面对魏无羡说了一句, 您多保重, 不过多日便可相见, 听得魏无羡一愣一愣的, 与蓝溪沉会合后, 众人便来到了清潭盛会, 接着便是蓝望鸡和魏无羡商量后, 化作小纸人偷偷溜进了金光瑶所藏着的一间密室, 赤丰尊的头颅藏于密室, 魏无羡发现便连忙跑回去和蓝望鸡商议, 直到蓝月跟着蓝溪沉来到密室, 众人面前, 金光瑶能言善便, 知道随便出窍挡在了魏无羡的前面, 仪灵老祖魏无羡居然回来了, 而蓝望鸡却和他完全不同, 他甚至不用解释, 自然会有人替他解释, 说是韩光君受了仪灵老祖的蒙骗, 魏无羡道, 韩光君, 你不用跟上来的, 蓝望鸡平视前方, 不应他, 两人将一众喊打喊杀声甩在身后, 百忙之中, 魏无羡又道, 你真要跟我一起走, 想好了, 出了这个门, 你的名声就要毁了, 魏无美更没料到, 在精灵直的一剑刺了过来, 魏无羡心中的念头是, 像谁不好, 偏偏要像他舅舅, 连捅刀都要捅在同一个地方, 接下来的事情, 魏无羡记不清了, 只看见蓝月跑过来, 一把撞开了精灵, 从小礼貌温和的蓝月, 第一次在仙门百家面前施了理, 他提着配件, 对着被他撞倒在地上的精灵说道, 谁让你伤的他, 你为什么动他, 蓝月, 你疯了吗, 你滚开, 模模糊糊间, 魏无美睁开了眼睛, 搏手去拉蓝月的胳膊阿月, 别闹, 我, 蓝月文言连忙, 转过身帮着蓝望鸡浮吻魏无羡, 我只是不想你再离开我, 什么, 魏无羡开始犯晕, 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蓝湛, 我在, 我们走, 好, 君问归期, 一个十三年后, 一家三口团圆的故事, 第十二章, 魏无美做了一个梦, 他梦见自己一路从乱藏岗, 走到了云深不知处, 路过山门的时候, 竟也没有尽致, 他不知为何, 不受自己控制的, 往蓝望鸡的住处, 竟是走去, 扶一走到院子, 就看到, 一团雪白色的小不点, 蹲在地上, 魏无羡慢悠悠地走过去, 有些好奇地半蹲下来, 凑到小家伙身旁, 只见孩子拿着一根树枝, 在捅蚂蚁窝完, 魏无羡忍不住笑了一下, 这是姑苏兰是谁家的孩子, 居然和他一样, 如此地贪玩胡闹, 哎, 小家伙, 你叫什么名字啊, 魏无羡见他玩的投入, 一直低着头, 连自己走到他身边好一会都没有发现, 嗯, 小家伙发出一声疑问, 慢慢地抬起了, 自己那肉嘟嘟的小脸蛋, 静静地望着魏无羡好一会儿后, 奶声奶气地问道, 哥哥, 你是谁? 魏无羡当即愣了住, 他下意识地搂住团子的胳膊, 笑隐隐地喊了一声, 蓝湛, 奶团子皱了皱眉头, 魏无羡却还没反应过来地, 抱起了眼前的这个孩子, 蓝琪, 没想到你小时候还挺可爱的, 跟我一样这么调皮, 和你长大了一点都不像。